我其實 我就不會太過 即是不會估計那個可能性 其實都怎麼說呢 我可能不 其實都不覺得他會撤回那個處分 雖然我們是在表態 但起碼是在表態 因為其實從劉永章的態度 我看得出他是非常之強硬 因為他是急於去抹黑我是一個 誹謗我是一個黑社會 也都誹謗我是非法禁錮 其實也都誹謗我是使用到武力 其實看回那段片 我是一直都是口頭上據理力真 從來都沒有使用到武力的 其實 所以其實 其實看得出他的血心 因為我自己覺得 一般上位的香港人都是比較世界仔 就是不會想做一個 不會想做第一個 就是一些有史以來都沒有發生過的事 譬如可能踢人出校 所以他其實可能 我推斷 他可能受到背後一些中共的勢力去指使這樣做 目的是想打壓一些的年輕人 其實我亦都 其實我亦都 其實我覺得是 這件事 他這樣強硬 其實最大傷害的是我身邊愛我的人 因為他們其實已經是崩潰了 我自己都叫做 雖然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但是我都還可以站在這去面對一些群眾去 去展述一些事件 展述自己的事件 都可以保持這麼冷靜 就算我被人看出校 但是我身邊的人就沒有我那麼冷靜 其實已經崩潰了 所以其實這個反映出是中共的恐怖的地方 就是他除了搞你之外 亦都會搞你的家人 其實這件事是不斷地發生的 只要中共看中了你 他搞你不死 他一定會搞你的家人 務求令到你身心俱疲 我相信如果我仍是他站著眼的話 他一定會將我 一定會謀殺我的人格 他可能是 起我的底 起我身邊的親人的底 還有是不斷在社會製造一些的分化 因為中共 我自己就是 關於司法覆核其實就初步都是跟律師是相討的 都是會就著審判的程序去處理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是 決定了做還是不做 還沒正式決定做還是不做 還沒入籍的 但是之前都要很多東西去商量 因為其實很多問題 我舉了一些問題出來 譬如我自己就是需要可能申請一些法律援助 但是法律援助可能是一些政府的機構 其實可能都會受到一些政治壓力去打壓 說未必會去批准這件事 而Poly那裏我預計都會搬去最強的法律團隊去應對 其實那個阻力都是非常之大 要去對抗一個這樣的中共政權 如果我去打壓的話 我就想要去打壓 所以我可以打壓一下 我提供一下 你叫做法律 我叫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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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法律